像魔術般的營火自焚卻能毫髮無傷 究竟是什麼原理呢 原來是加入洗碗精 去除手上油脂 同時包覆瓦絲 了解實驗原理就能有這瞬間的魔幻現象 我有時候會成為魔法絲的感覺 覺得很好玩 好玩的還有這可發射很遠的小蘇打火箭 我有學到了很多 像是蘇打加上熟音會產生二氧化碳 拼口打開的時候就會有劍架飛出去 還有俗稱的鬼火 了解化學士就能DIY 透過國中學過就是硫酸酮酮碰上鋁的這個實驗 然後再去做延伸去做了這個鬼火的科學 冷冷高中自科社學生口才家帶動的立場 將科學教育帶進國中校園 以趣味遊戲結合物理 化學 程式 科技等模式 激發孩子們學習的興趣與動力 我覺得這次非常好玩 加入自科社 第一個就是可以培養我們的膽量 還有我們的鈴傷反應 好玩是就可以透眶我們的眼界 那我們主要是推廣科學教育 我們希望把科學教育帶到給各國中 然後進行一個趣味的科學實驗 那我們也是透過學生一個服務學習 把學生的整個服務精神把它發揚出來 感謝本市暖暖高中 辦理第15屆的達文西 巡迴科學周的活動 透過遊戲的方式 帶領同學動腦動手 一起思考共同解決問題 讓同學了解到科學原理 能夠實際的運用在生活當中 透過生動活潑的解說及聲光效果 累積科學正能量 讓國中學生收穫滿滿 記者崔曉君 基隆報道